OK,我帮大家把黑板重新的打理了一下 我把这个积分,我把它擦掉了 我取而代之的是这个称号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积分就是等于这部分,对吧 OK,所以现在他们知道了 如果你有一个迪雷克雷分布的先验 你又有一个多项式分布的四栏的话 我们再把P1到PK给积分积掉 你最后就得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形式,对吧 最后就得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形式 OK,我再多说几句关于这个系数的问题 这个系数的问题 你什么时候会出现了这么一个系数 那就是说,当咱们有那几个数据以后 OK,我把这几个数据重新的去画一下 OK,然后呢 假设你有两种不同的划分这个数据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X1和X2在一个类别里面 X3和X4又在另外的一个类别里面 这是第一种划分的方法 第二种划分的方法呢 是X2和X3在一个类别里面 然后X1和X4在另外的一个类别里面 你看这两种划分的方法 它每个类别里面 它的个数都是一样的,对吧 第一种划分 你有两个类 每个类都有两个数据 第二种划分 你有两个类 每个类都有两个数据 假设在你的application里面 你这两种的划分 只要每个类别里面的数据的个数都一样的话 你就把这两种划分都作为等价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个系数 但是请朋友们注意 在我们的情况下 这两种划分是不是等价的 它肯定不等价,对吧 因为如果X1和X2在一个类别里面 还有X1跟X4在一个类别里面 它告诉你的性系数完全不同的 对吧 所以这两个并不等价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个系数是没有的 我们在这个我们情况下 这个系数是没有的 OK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把它带录了 首先我想跟大家 就是大概一眼就看一看出 对吧 我们的分子和咱们的分母 最后的表达式都是这么一个形式 对吧 只不过是值不同 对吧 表达式都是一模一样的 OK 我再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部分是哪来的 这个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是哪来的 这个部分是通过 那个部分是通过这个 迪雷克雷分布产生的 而且分子和分母都用的 同样的一个迪雷克雷分布 所以这个部分出现在分子上 也出现在分母上 值完全一样 它们都互相的抵消掉了 对吧 所以你最后分子跟分母 都会出现这么一个形式 OK 然后呢 咱们就可以带录了 OK 我们先看一下 在分子上 这个东西会是什么 好吧 我们先把这部分 就是咱们把那个分子那部分 我们把这个分子那部分 OK 就把这部分 我们写成这个 然后呢 就写成这个 这个gamma 然后是这个 product一个gamma 然后是alpha i 加上ni OK 除以一个 gamma sum of alpha i 加上n 对吧 OK 这个东西在分子上面 这个东西它等于什么呢 在这儿呢 我想请大家注意了 我一定要去define一个新的tend出来 这个tend就是什么呢 我把这部分给擦了 这个tend就是说 我们其实应该就写到这儿吧 就写到这儿 写到这儿 我们现在去define一个新的tend出来 这个tend就叫n 这个n nl 逗号 减去i 它这个tend就是 等于 有多少个 z的减去i 等于是l OK 就是说在这个set里面 就是说除了 这个set什么 就是除了zi以外 的所有的z 里面到底有几个z 是等于l 的个数 OK l的个数 OK define好了 对吧 我们在这儿画一条黑线 就是说已经define好了 我们这个define好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 每个ni 它的值是等于多少了 我们应该现在 在这个部分 就应该擦掉一些东西 我们把这部分给擦了 哇 非常宝贵的东西 把它给擦了 OK 然后呢 我们就说 我们在我们的分子 上我们的ne 对吧 ne就是我们到底有几个z是等于1的个数 那么肯定就是等于这个ne减i 对吧 我们可能nk也是等于nk减去i 对吧 是吧 因为这些个数都是从这个东西里面来的 但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nm m这个值是等于什么 你看这个m这个值是 应该是nm减去i 还要怎么样 还要加上1 加上1是哪来的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对吧 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因为我们要求 z i等于m的概率 所以在这个m上我们要多一个值进去 是吧 所以你看 当我们现在要把这些的 这个gamma函数都把它乘起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说 我们要 换支笔啊 换支蓝色的笔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 gamma of这个 对吧 成语 达达达达达 gamma of这个 达达达达达 gamma of这些 是吧 把它乘起来以后 我们看这一部分 就可以写成什么样 就可以写成 我这儿画就类了 我们的这个分子 这部分应该是 画一些 就是说我们 我们应该怎么样 我们应该把这个 画一个大的括号 写在更大的空间里面 对吧 更大的空间里面 这部分 就是等于 我们把这个部分 我们分开来写 就这个部分先写 我们是写这个 gamma OK n m 加上 什么 这个alphai 每个alphai等于什么 每个alphai就等于 这个alpha 除以k 对吧 所以就是写成 alpha除以k 加上1 OK 然后呢 再乘以 除了这个m以外 所有的这个gamma函数 对吧 就乘以一个product of of l等于1到k 然后这个l不等于是m 对吧 我写的比较靠近一些 这样的话 我把它重新写一下 就是说 是gamma 是gamma 对吧 这个gamma 这个n m减去1 减去i 加上alpha除以k 再加上1 对吧 我们呢 再乘以一个product of这个l等于1到k 但是这个l呢 它不能等于m 对吧 然后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是什么 是gamma 这个n l 是不是 这部分就是这个分子 那分母是什么呢 分母这个部分分母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alphai 都是alpha除以k 所以所有的alphai 加起来就等于alpha 对吧 所以那个分子就是 这个alpha加上n OK 很容易对吧 那么咱们就看 我们的分母这部分是什么 我们看咱们的分母这部分是什么 我们的分子跟分母 唯一的一个区别 就是它没有了这一部分 对吧 没有这个zi等于m 是吧 那么这部分等于什么呢 我们当然因为我们出于这个分母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分母倒过来 对吧 我们把分子倒过来 所以这个就是gamaalpha加上n减去1 是吧 因为我们的分母上 我们比分子少了一个值 因为我没有这个zi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这部分就没有了 因为我们没有把这个等于m 就加上了一个1 所以我们就变成什么了 就变成一个product of l等于1到k 你看这个分母的这个表较式就简单的多了 是吧 OK 所以这个东西写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就要怎么样 我们就要做一个简化了 对吧 怎么做这种简化呢 就说 哎 又得差了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gamma函数有一个特性 就是gamma x 就等于什么 就等于x减去1 乘以这个gamma of x减去1 是吧 这是gamma函数的一个特性 所以咱们看呢 就是 我又得擦东西了 我们应该擦什么东西 我们就把这个都擦了 OK 别管它了 不会再用到的 OK 当我们的表达式都已经写完了 对吧 当我们的表达式都已经写完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怎么样 我们现在就可以做简化了 对吧 我们就是用这个gamma函数的这样的一个性质 去做它简化了 首先呢 咱们要看 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怎么去简化 它就等于 这个分母就变成了 alpha加上n 或者是倒过来写 n加上alpha减去1 对吧 OK 然后咱们看这个部分 就是 画个绿色的 就是说 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 怎么去简化呢 咱们看一下 就是说 我们l不等于m的这部分 全部都给去掉了 对吧 因为我们两个东西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说上面那个部分 和下面那个部分 只剩下了 就是z等于有多少个数 等于m的那个个数 对吧 所以说它就会等于什么 等于nm减去i 然后是加上alpha 除以k OK 你看这个式子特别的简化 对吧 我们还有个最后的那步骤 就是当这个k趋于无穷的时候 k趋于无穷的时候 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部分就变成0了 对吧 所以这边复分就变成了n加上alpha减去1 上面就是nm减去i OK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kformula 就是咱们的kformula 我就把这个东西操在这个里面 就是说p of zi等于m 把它全部都擦掉了 我应该说可以把这个部分也全部都擦掉了 p of zi等于m 它就是等于这个nm负i 除以n加上alpha减去1